外交部宣布制裁在涉港問題上表現惡劣的美國官員 回應美國日前制裁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等6個中港官員 被中方制裁的包括美國行政部門官員、國委人員 以及非政府組織人員和他們的直系親屬 外交部批評他們在涉港問題上表現惡劣 堅決反對和強烈譴責美國公然插手香港事務 初步干涉中國內政和司法主權 嚴重違反國際法 強調香港是法治社會 堅定支持香港有關部門 依法打擊違法犯罪活動 捍衛國家安全 促請美國停止插手中國內政 危害中國國家安全